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六四三十周年的话题 郭律师在中国本来是一个海事律师 但是他毅然决然的投身于为人权案例辩护的工作当中出去 那么他在一系列的人权工作的辩护当中 涉及到中国许多资深的异议人士 比如说张灵 郑恩宠 还有李建峰 还有杨天水 还有施涛等等 那么2005年因为中国当局的迫害 辗转来到了加拿大 那么现在我们的郭律师 他本来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生活 半年多以前他来到了温哥华岛的一处 非常偏僻的一个小镇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郭律师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郭律师你好 你好 观众们大家好 郭律师 因为昨天我看到一则消息 就是乌尔开西就是前1989年的学生领袖 那么他后来因为出国之后 就是逃亡到了海外之后 他后来一直定居在台湾 那么昨天他早晨就差点被台湾的警局给抓了起来 虽然后来是释放了 他因为骑单车 因为涉嫌是酒驾 单车也有酒驾 那么后来就放了出来 这个消息一铺路 让人们想起 六四已经30周年了 但是像乌尔开西这样当年排名第二位的通缉的学生领袖呢 现在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像郭律师 原来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一个人权律师 来到了加拿大之后 已经是十几年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半年多之前呢 你就来到了温哥华岛这样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小镇 其实有一种归隐山林的感觉 那么我的问题是 像六四一代人 像你们这些 是至于中国民主事业奋斗到底的这么一辈人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们这一代人究竟还能为中国的民主做些什么 特别是在六四三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 特别是在中国整个的政治形势急剧倒退的时刻 郭律师 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由我来谈 好像不是非常合适 我只能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当年 吴尔开西作为学生领袖之一 如今渐渐地淡出公共领域 人们也似乎渐渐地忘了 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甚至 他也很少出来活动了 但这些都很正常 我觉得 因为有很多客观 主客观原因造成今天的决击 一个是 中共政权 经过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以后 到现在 人们遥遥看到他的统治 仍然是那么 那么这个专制 而且越来越长暴 也忙 只不过是他的统治的手段 欺骗大众的手段 越来越高明 因此呢 这些奋斗在一亿战场上的 或者说反对派们 有很多人逐渐地 就感到失望 感到失落 甚至个别人感到绝望 甚至不少的人也感到绝望 这个现象 我觉得是要考虑到 各个人的因素 这是一 第二呢 要考虑到当时的 排名前面的 No.1也好 No.2也好 他不一定就是当时 真正的最坚决的反对派 他有可能是 从个性角度来讲 具有组织能力 号召力比较 比较这个顺应 顺应时势 这个突然之间冒头的 他并不是有很深厚的基础 那这样的人就容易荡出 而且容易这个 容易这个经受不住这个时事 叫做时代的变迁的考验 有可能有这种因素在里面 因为当年 也许默默无闻的 无名小卒也好 根本没人知道的人 没人知道他们存在的人也好 他们日后就逐渐地冒头了 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内心 可能有很扎实的基础 你比如说像李一平 我们当年就根本就 根本就 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对不对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叫那个谁 南京的 南京那个学生领袖 吴建民 吴建民 当年我们也从来没听过 听说过他名字 可是如今 三十年 三十年过后 他们正非常的活跃 正起到了 真正的领袖人物的 这样的作用 所以说 有人突弹出 有人奋斗 有人 有人这个沉沦 毫不奇怪 我说这个就是 作为这个 作为当年叱咤封印的人物 他们愿意选择哪一条道路 选择什么东西 选择这个 选择怎么做 具体怎么做 奉献 用什么方式来做 这个都可以根据 个人的特长 个人的能力 来做调整 这个都也很正常 只不过是说 如果说 这些当年的 封印人物 如果说走向反面 那就非常遗憾了 但至少我们 我感到很高兴的 就是 很少很少 极个别的人 走向了反面 绝大部分的人 仍然在战斗 只不过是 有好些人不那么张扬 不那么突出表现自己而已 但是我相信 他们的内心 是非仍然存在 正义感仍然存在 仍然有一种 为中国的自由民主 宪政法治 这个明天 的奋斗的决心 或者是激情 只不过是 时机还不成熟 还不到而已 所以说 这个是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至于你尝到 我本人 就是 也是否已经 荡出了 这个公众的事业 对 有人认为 那就说 郭律师 你曾经奋斗过 也曾经迷茫过 失望过 那么现在突然之间 离开了都会城市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镇 并愿意在这里 长期的生活下去 是不是 也是一种 归隐山林式的 一种逃避 或者说是一种 失望的表现 郭律师 这个问题的 我想坦率的说 我确实是有 归隐山林的 这种 这种表现 这种打算 也确实认为 我个人的力量有限 我在 在 这个十几年来 在海外 海外的这个生活 并不是像 人们想象中的 那么 那么这个 一帆风顺 或者是那么 那么就是 这么 这么 这么这个 轻松或者愉快 事实上是非常的痛苦的 无论是从精神 精神层面 还是从物质层面 我们都是经历了 这个人生中的 最低谷 那么 之所以最后 我选择这个 选择到这个 偏僻的这个 欢岛上也好 或者岛上生活 实际上是形势 或者说被这个 环境所破 我们 如果就我个人的 原因来讲呢 应当是被 经济所困死了 就是说 我如果不做 这种选择 我无法 甚至连无法 无法生存下去 所以说 把我逼上 逼上了 这种路 这是一 第二呢 是我个人 对这个 海外民主运动 海外的这个 反对运动 这个发展的趋势 我感觉不到 那种 叫什么呢 就是希望 看不到他的希望 而且甚至感到一种 非常失望的感觉 甚至有时候 我个人会产生 一种绝望的感觉 我们 我甚至会认为 我们这一辈子 这个奋斗 白费尽了 不但得不到 这个 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理想目标 甚至把自己给毁了 也甚至 消无声息 就消失了 所以我想 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好好地思考 反思 然后做调整 调整的方向 或者调整的 调整的 调整的心态以后 恢复正常了以后 然后做力所能及的 把这个事业进行到底 这个事业 我们不会变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选定了这条路 就已经做好了 一切的准备 已经不会计较 任何个人的得失 也不会由于比如说 走上这条路 感到为自己的选择 后悔 都不存在 我们认为 我们的选择 没有错误 只不过是这个 现实 逼得人们 做必要的调整而已 所以我不能代表 这个民营反对派 或者海外反对派 所有的人都表达这种意思 我个人是这种 这种心态 至于我 有没有彻底的退出 或者彻底荡出 我想我永远的不可能 我对共产党的 共产党政权 就是共产党暴政 中国共产党暴政的态度 是非常明确的 我早 很早就有一个鲜明的立场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我绝不与中共极权 装置暴政 同流合污 就是说绝对不 绝对不会放弃 我们的奋斗的方向 虽然这个小镇的宁静 但是始终不能改变 我们郭律师 以及许许多多 在海内外的那些 为失智于推动 中国民主的那些人 来建设一个 民主中国的决心 那么六四 三十周年即将到来了 那么许多许多 为着这一梦想 就是我们中国民主 梦的那个梦想的那些人们 继续在海外 如郭律师这样 在积极的奋斗 我们祝愿 我们的梦想 能够早一天实现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